帽屁江的好友方以智 隐梅安一语里的朋友 就是他把董小婉介绍给帽屁江的 这里写的秘之就是方以智 双臣指的是董小婉 方以智是个旷世奇才 他的好友陈子龙 评价他少年天才 六岁知文史 八岁油经师 十二公书法 十五通建术 十八观悬疑 青史稿宗 也说他无所不通 总之他就是一个百科全书类的人物 他喜欢阅读西洋之书 推崇中西河壁 他有两位外国好友 传教士必方济与汤若旺 其中必方济 生于纳布勒斯王国 在意大利半岛南部 讲意大利语 他若旺更加出名 他在中国四十年 当时备受圣字皇帝的恩宠 虽出生于德国 但却是在意大利完成他的学业 在那呐待了十年时间 他也会讲意大利语 红楼梦书中就出现了意大利语 书中第六十三回 宝玉对方官说的话 海西弗朗斯亚 文有金星玻璃宝石 他本国翻语 以金星玻璃名为温都里纳 这里宝玉说的海西应该贩子西方国家 弗朗斯亚听上去指法国 但却不是英语和法语的发音 它是意大利语 温都里纳一样出于意大利语 原词为温托里纳 是一种金砂石 也就是用玻璃制作的宝石 17世纪时 意大利的玻璃制作工艺 已经非常成熟 并传入了其他欧洲国家 那茂皮疆是不是从方以至那里 获知这些信息呢 我们只能猜测 但作者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信息 书中被叫做温都里纳的人 是方官 方官在云洪院中 绝对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他原是贾府离乡院戏班中的 十二女龄之一 后来贾府遣散戏班后 大家被分叛到各房 方官到了宝玉房里 方官虽做了宝玉的丫鬟 但他不会做针线活 不会服侍人 不会说好听的话 脾气又大 但宝玉却处处宠着他 还提醒别人照顾他 这在其他丫头中 谁也没有得到这样的对待 两人可以同桌吃饭 同杯饮酒 话全逗乐 生日那晚醉了 还同他睡觉 方官性格好爽 宝玉把他打扮成小子 招摇过远 给他起洋名叫温都丽娜 起男性名叫耶律雄奴 两人打扮上也像 书中众人都说 他们如一对双生的兄弟 看他们书中的那些对话 取名字讲的玩笑话 就像是一边喝着酒 一边在故意拿名字 做见匈奴外主 这两人看上去不像是主人奴婢 倒更像是兄弟知己 宝玉把女子比喻成水作的 而男子则是着物 作者把自己这位同龄的好朋友 化身为书中女子 是很有可能的 那我们来看看书中 还有哪些暗示 首先方方闲音 另外书中第六十三回 宝玉生日喝酒时 方官说他和习人一个姓 都姓花 醉翁亭记里有 野方发而幽香 这里的方就是花 而习人的哥哥叫花自方 似乎作者一直在提醒我们 花来自方 第二点 前面第四期陈讲过了 引梅安易语 是茂皮江写作《红楼梦》的密码本 他把很多写作的证据 都藏在这篇一语中 那看看茂皮江在一语中 是怎么提到方以智的 文中一开始就特意说到 是方以智把董小婉介绍给他的 方以智相当于茂皮江 和董小婉的红娘 那么方官呢 方官在书中是郑丹 郑丹的角色 如《西香记》里面的茵茵 但书中第四十八回 方官受了他干娘的打 摄月就曾有细语 把一个茵茵小姐 摆弄成考打红娘了 特意提到了红娘 不但如此 书中还有一个柳无尔 姆雅尔长得像黛玉 性格体格都像 委托方官介绍去到宝玉那里 方官也是柳无尔与宝玉的红娘 第三点 当清兵大局南下时 方以智在吴州出家 法名洪志 后来方以智招人诬陷 被清军逮捕 被人误以谋反罪名 而方官最后的下场 也是由于旁人诬陷 王夫人把他撵出了大官员 后来他跟随 水月安的智通出家去了 这个智通 在书中第二回也出现了 第二回中 写贾玉春出去闲逛 在野外看到一座破庙 上面提着 智通寺三个字 里面还有一个龙中和尚 作者两次提到了这个智通 无所不通的方以智 会是这个暗示吗 陈伟松在给方以智的儿子 方忠德的诗序中 回忆方以智 当时莫灵全盛时 密之先生一玩糊 是周旗 明卡迭吹 辅娘顾盼盛好业 在陈伟松的笔下 它是白衣飘飘的侠客 方以智写的物理小时 传入日本后 日本学者评价为 牛顿之前 中国可以自豪地 关于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著作 所以 不管它与红楼梦有没有关系 我们都应该记住 曾有这么一位天才 智者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